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加拿大剑桥国际中学的校长林女士 请她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林女士 您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断层学生 她因为这个两地的教育背景不同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家长比较这个负类的一群对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就是说针对这个 如何让这个断层学生然后来尽快地去适应加拿大的教育环境 来跟上这个本地学生的步伐呢 我们学校呢是一个国际学校 那么呢我们有很多的国际留学生 同时呢也有本地学生 那么根据我们国际留学生的适应情况 我们呢采取了一种三 主要是断层呢只有三个方面 根据这个三个方面呢 我们有三个这种不同的采取措施 那么怎么让学生呢快速地融入加拿大的文化 那么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们学校的一个例子是怎么样学生适应的 那么呢家长听了以后是不是会才也会有一些感受和启发 那么呢我们学校呢大概多数留学生呢 他们的适应都是非常好 基本上两个月之内就适应了 那么断层的呢我们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呢是从生活环境方面 第二呢是从这个英语方面 语言方面 第三个呢就是从文化方面 那么语言方面呢我们是怎么让学生快速适应的 我们主要有一个ESF英语课程 家长呢如果呢也可以选择其他学校的这种适应的课程 我们的学生来了呢在两个月之内 那么呢就是他的英语课呢都是不是在在学校里面上 去老师是领着到外面去 local store都去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Tim Horton 麦当劳 起司工厂 我们的学生呢来了两个月 他就知道咱们加拿大起司有一百多种 那么哪一种起司的口味最适合于我们华人 所以呢他在这个local store当中 去Tim Horton会点餐 去麦当劳知道哪一种麦当劳 我们跟国内有什么不同 我可以去点餐 所以呢他的吃就可以跟西人来交流 两个月之内他们的语言就基本上能过关 那么呢从文化环境方面 文化环境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把孩子们都安排在西人的住宿家庭里面 那么我们要求他们做的是一日三餐 同时呢还要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至少有一个小时的英语交流时间 所以我们的home stay全部都是退休的老师和在校的老师 所以对我们的孩子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生活方面 生活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对孩子们呢有一个中国和这个加拿大文化的一个讲座吧 就是说经常呢会教育孩子们 我们在加拿大应该怎么样去做 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吃完饭之后 他们呢都会甩手就走了 这是咱们中国孩子的习惯 那么呢我们的这个西人的老师都说 中国孩子是这样吃完饭以后后面得有人给他扫 就给他打扫 那么呢在加拿大的习惯是你吃完饭之后一定要自己打扫干净 像这种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在我们学校呢都要逐步一点一点的告诉他 所以呢这样的孩子的适应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适应阶段 那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是在选择学校方面非常的困惑 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是选择公校还是私校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 您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公校和私校 他们的区别还有侧重点呢 有很多家长在这上面有困惑 就是选择公校还是私校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我跟家长说 你首先要了解加拿大的公校和私校是什么样的学校 另外呢要了解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 选择选择学校跟你选择一个商品是一样的 要适合啊才是最好的 那么呢有的家长跟我说 有的公校排名是多少多少 私庙私校是排名多少 那么呢不管是排名多少 但是呢它不适合你的孩子 公校呢一般的情况是对的本地学生来说的 那么呢你只要是这个文化和各个方面都适应的 那么你当然是选公校的 那么私校呢是针对呢每一个学生不同的情况 那么它有特殊的教育 我们这私校分的也挺多 有百年的私校 那么呢也有现在好多的国际留学学校 国际留学生的学校 那么呢公校呢都大致差不多少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那么呢我去年在夏天在北京碰到一个这个银行行长 大概呢他的女儿他跟我说 他说他要这个女儿呢要送给我去上这个加拿大 那个然后呢我这个整个看了他女儿这个评估一下 我觉得他女儿完全可以上公校 因为呢他是高一已经做了交换学生在美国做了一年 他的英语没有问题 他对所有的公校的这个都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呢他是这个文化和生活 还有这个学习的意志力都是没有问题 所以他可以直接上公校拿到高分 那么他用我的是什么呢 他如果要上美国的大学的话 那么呢他要考SET 如果呢要这个申请美国的好大学 这个孩子还是没有经验的 我可以给他雇加拿大最好的老师 去帮助他 扶他上楼这个去申请比较好的学校 所以呢家长要根据自己的孩子的情况来选择学校 那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 就是公校的学生就是有所减少 反而就是父母呢都比较倾向于让孩子上私校 你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的原因呢就是说公校呢不是针对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有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色 那么到了私校家长选择对了的话 他会跟针对自己的孩子 把自己的孩子推到最高点 比如说在我们学校 如果你的平均分到85分以上 他一定会上北美名校 就是我们家长所说的 那么呢不是说我让这个孩子保证的 是孩子自己保证的 那么如果有的孩子呢在75分左右 他呢就会上普通大学或者是大专 那么呢这个孩子也到了他人生的最高的顶点 是根据每一个孩子不同的情况 他会到一个自己的一个未来 会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 但是呢也并不一定说 这个孩子没有上大学 就是不好 他要适合自己的生活 能够在这里生活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林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看来这个我们的这个怀疑家长 还是非常重视这个子女的教育问题 不惜花这个大家钱 选择让孩子接受这个最好 最优质的这个教育 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